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正是救私要防委會 代政府支付津貼給輪候公屋的市民 迫使防委會加快建屋 運輸及防屋局局長陳凡說 過去五年的建屋速度比以往快 強調防委會在建屋上絕無放鬆 有進華報導 政府今年6月推出現金津貼計劃 資助正是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 林鄭月娥說 證舊私日後如果防委會建屋萬 這筆津貼就由防委會給 運輸及防屋局局長陳凡說 防委會建屋已經比以前快 現屆政府五年裏 我們可以起到9萬6500公斤的房單位 如果我們將這個時間 相對以往五年的時間 是指我們起到3萬個單位 你想想 其實那個增幅是相當巨大 亦反映了我們房主的同事 在建屋的投入 那個承擔是非常強的 而且是絕無 絕無是任何鬆的 林鄭月娥質疑 防委會很少用建屋速度 比較快的組裝合成法 比防委會委員質疑 部分地盤未必適合用 陳凡都有同樣的看法 在香港我們理解到 很多時地盤相對面積較小 第二就是地勢可能是斗斜 第三就是我們運送這些組件的時候 我們說是整間公屋單位一起搬 如果有些道路 地盤在那些道路是比較狹窄的 或是未建好 或者它根本都轉不到彎的 那些就有個限制做不到 另外施政部局也建議填海 但有報導指用來填海的海沙 有機會不夠 發展局局長黃偉倫說 現在有些填海工程已經轉用基砂 不會不夠物料填海 三跑去到中後期 其實它是用基砂的 因為早期它用過一些海沙 但後中後期它已經全用基砂 我們自己東中擴建區的 137公頃 我們全部用基砂 所以就不存在 我們經評估 轉用海沙 而從而對海洋生態環境有破壞 黃偉倫相信 即使日後同時展開幾個填海工程 都會有足夠物料 有新聞時記者又進化報導